后头来关心失踪的马航找了两天两夜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这个马航波音777神秘失踪 专家目前锁定了空中解体的可能性相当高 也有人怀疑是遭到了劫持 而马来西亚民航局长上午表示了 现在首要目标就是要赶快找到飞机 才有可能解开种种的谜团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马航班机消失 很多人猜是恐怖攻击 虽然马国政府和大陆都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因为雷达显示 班机曾经想返回马国 再加上有两个人护照被盗 让劫机消息不进而走 由于大陆昆明火车站插人案才刚刚发生 也有人怀疑是僵读人士犯的案 网路上还有人po出署名为中国烈士旅领导人 宣称自己负责 但因为僵读人士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 遭外界质疑 有没有可能飞机在高空中 因为机身出现裂缝而解体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报导 负责调查失踪班机的马来西亚官员 现在主要关注是否可能在飞行中解体 目前还没有找到黑匣子的原因 可能是飞机解体严重 也有人怀疑是天气影响和通讯系统失灵 不过当时晴空万里 加上波音777安全性高 让专家怀疑这项猜测 由于事情发生在高空 有没有可能被太空垃圾击中或是军事袭击 初步判断可能性比较低 还有人立刻联想到2009年发生的法国航空AF447号 当时因为卷入强烈气流系统故障 再加上人为失误 导致机上200多人全数罹难 事情发生后7天后才找到残骸 黑盒子则是两年后才巡货 和马航发生的事故 到目前为止非常相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